别人还在吃草啃树皮时 塔兹已经捉到了五只松鸡 四条大鱼和一只松鼠 为了生存下去拿到奖金 塔兹特意建了一个熏肉房 吃完早餐整理好他的真发帽 又到了期待已久的收网环节 从他脱裤子的速度上来看 水里肯定有条鱼在挣扎 塔兹掐着鱼脖子就提了上来 尊鱼脸都憋青了 赶紧张嘴呼吸 然而还没吸上几口新鲜空气 就被片成片挂到了火堆上 为了防止血鱼被偷 塔兹一直守在熏肉房门口 却忽略了百米之外的庇护所 头家的老六忙的那叫一个开心 塔兹前几天还设了一些陷阱 鱼肉熏好决定去看一下收获 途中他发现了很多松鼠痕迹 就觉得今天的陷阱肯定有收获 事实也正如他所猜想的那样 真有想不开的松鼠上吊了 看来陷阱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不知道其他选手为啥不做 为了防止血腥味以来不速之客 塔兹在湖边就把松鼠处理干净了 本想做一锅松鼠的鱼补补身体 结果回到庇护所一看 杀眼了 松鸡毛也被拉得到处都是 塔兹赶紧拿上弓箭开始追踪 却不知涛家那个老六早就走了 目前他的鱼粮还能吃上十天 得想个办法保护起来才行 他找到几棵香林的小树 然后把他们的皮全部撸掉 接着制作梯子砍掉树梢部分 这样松雕和黑熊就爬不上来了 接下来还需要制作一个木箱 用来防止灰松压空中袭击 相比罗兰的牛肉香虽然差点 但保护手里那点食物也够用了 凯德不是一直吵着要猎熊吗 今天寻山时终于有了新发现 地面上有黑熊踩出来的兽井 边上还有很多浆果没吃完 他决定砍一些树枝遮挡身影 靠在树盖上静候黑熊送货上门 按理说这个地方有四万多头 入冬前都会疯狂觅食才对 结果守了两个小时 一头没有 筋疲力尽的凯德都已经绝望了 没想到回家途中发现了一只松鼠 看来老天爷还不准备让他退赛 凯德小心翼翼来到松鼠脚下 一发入魂成功将其击落 倒霉的是松鼠刚好卡在树上 极可难耐的凯德自然不会甘心 所以他决定冒着摔伤的风险爬树 爬之前还吃了点蓝莓补充体力 结果摔伤的风险虽然没触发 却忽略了松鼠可能还没死 这样搞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即使吃掉松鼠能让他扛几天 但被咬后很容易赶上土拉菌病毒 可能是太兴奋也可能是恶萌了 凯德眼前一黑差点倒在地上 艾伦察觉到气温越来越低 刻意编了一张刺网增加渔获 他知道入冬后捕鱼会特别困难 必须趁现在多捕一些存起来 另外就是庇护所还缺个门 他得抓紧时间做出来才行 平常刮风下雨影响倒是不大 但这段时间黑熊都在疯狂觅食 万一钻进去找他抬心就惨了 木门的外藏用树枝做好后 艾伦收集了一堆苔藓 这玩意可是绝佳的隔温层 既能隔绝雨水还能隔绝空气 如今过冬的硬件设施已经就绪 接下来就能安心获取食物了 米奇这家伙是毫无存在感 除了挑战初期吃过几只松鸡 已经连续十来天没他的镜头了 他说他的精力全用在了房子上 起初他想造一个锥形庇护所 结果忙活了几天造不出来 最终还是回归到了A型结构 直到今天庇护所才算彻底竣工 屋内屋外铺满了松枝和苔藓 榨一开还挺像一个大粉包 应对寒冬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时候 毕竟他已经连续十天没吃肉了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二十天 卢克打嗝的毛病还没有缓解 昨晚他躺在睡袋里本想放个屁 结果这个屁让他变成了配射战士 更离谱的是 当时他还光着身子 奔下来湖边庇护所补个觉 结果肚子里一直翻江倒海 卢克意识到这不是食物中毒 而是喝生水感染了甲地边毛虫 再继续下去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可当他拿出电话准备气散时 突然发现不远处有只黑熊 他可是行走的五十万呢 卢克的病痛瞬间就消失了 可惜距离太远没有命中 正准备补刀时 卢克发现边上还有一头 吃完这一剑他才恍然大悟 这应该是母熊带着幼崽觅食 他很庆幸那两剑没有命中 要是真射杀了其中一头 别说五十万美金 很可能要面临牢狱之灾 至此卢克可以安心退赛了 说实话 这个结果有点意外 无论是资源 心态 还是庇护所 卢克都是场上最有希望的选手 奈何荒野独居就是这么现实 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结束 卢克离开后还剩下七名选手 你觉得下一名退赛者会是谁呢 最后看一下卢克带的实践装备 首先是盐块和一套鱼钩鱼线 其次是仙颈线和一张刺网 然后是弓箭套装和一把折叠锯 接着是组合工具以及弓兵铲 最后是一口炖锅和保温睡袋 继续烦 再来给大家看